这肉食动物与素食者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这个控制力 刚刚吃了不到两天的素食 就感觉在肚子有些劳心劳肺的 刚好经过卖牛肉的摊子 又经不住老板娘的热情推销 果断地买了一条嫩牛肉回来 把牛肉改刀 立稳切成一到两毫米的薄片 注意一定要立稳 否则口感会嚼到你怀疑人生 切好的牛肉 装入大碗中 撒上一点毛毛盐 胡椒粉 料酒 快速抓匀上姜 即手上感觉黏黏糊糊的 再下生粉 少许清水 一起抓匀 少加一点点食用油 这是为了肉片不会粘连 准备辅料 少许的姜末 蒜末 野生椒切成小段 再剁成细末 被少许的葱花 起锅 烧热 下少许的油 滑锅 投入大葱段 炸至焦黄 盛出多余的油脂 和炸椒的葱段 锅中留底油 下姜蒜 爆香 把野生椒投入锅中 快速炒出香味 最后一般需要一到两分钟 锅中加入适量清水 加入盐 鸡精 胡椒粉 再勾入少许白醋 搅拌均匀 等锅中水开后 将牛肉倒入锅中 轻轻划散 注意动作尽量轻柔 如果是饭店 火力稍稍控制一下 以免脱姜 家庭用户 不用考虑火力 全程大火 水再次沸腾后 将牛肉捞出 装入大盘中 撒上剩下的三椒碎 适量的葱花 蒜末 重新起锅 倒入剩下的葱油 烧至六成左右的油温 将热油浇入盘中 激发出葱的香味和大蒜的辛香 把剩下的葱花撒入盘中 美味几成 葱香牛肉是一道私放菜 不同于传统川菜或江湖菜的极致麻辣 追求的是 咸鲜香嫩 浓郁的葱香味 使得这道菜有些与众不懂 略带酸淡的口感 显得丰富 有橙质感 是一道下酒酌餐 街香仪的美味 我是厨子 下期见